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 赵丽颖冯绍峰不同寻常。 两人有空不带娃,三岁儿子已戴上了眼镜。 就在昨日,许久未露面的冯绍峰和赵丽颖登上了热搜。 不过这次不像很多明星家庭一样,在国庆期间全家人出去游玩。 也不是有了什么新的作品要上映,而是有媒体在网上晒出了一段关于俩人儿子想想的视频, 遭到了不少网友的吐槽,两人有时间,但是不带娃。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是有八卦媒体拍到冯绍峰的保姆和司机带着两人的儿子想想出门, 不一会儿与赵丽颖的表哥进行会合, 双方助理带着孩子去游乐场游玩,直到傍晚才回家。 在狗子拍摄到的视频中,想想虽然三岁,但是已经戴上眼镜了, 可能是因为看多了电子产品,视力下降需要保护了。 同时想想穿着宽松的T恤,深色的小短裤,还戴着一顶鸭舌帽, 这样的造型与爸爸冯绍峰也很相似。 但是两个人在当天都没有拍戏,狗子还吐槽两人有时间还不带娃, 没有责任心。 不过这个说法也遭到了不少网友的反对, 更是指责狗子这么有时间,不如来帮他们带孩子吧。 虽然这次他们俩人都没有出现, 但其实除了拍戏之外也有个人的私生活, 当然也会在空闲的时间陪孩子一起玩。 在早前,也有八卦媒体拍到了冯绍峰, 在横店拍戏的时候还不忘将儿子戴在身旁, 父子同框的画面也很温馨。 赵丽颖和冯绍峰自从离婚后, 对儿子的陪伴也一直很上心, 只不过让助理帮忙带娃的行为也是娱乐圈少有的现象。 赵丽颖现在的发展势头正猛, 多部作品正在拍摄, 也很难抽出时间来陪孩子。 而冯绍峰现在也已经四十多岁了, 在早前狗子拍到的图片中, 四十岁的冯绍峰保养得像五十岁一样,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现在没有什么热度了, 疏于管理,看着苍老了很多。 而反观一旁的赵丽颖活得像个少女一样, 自从离婚后事业更是开了挂, 不少工作人员都说 现在赵丽颖的眼神看人都犀利了很多, 看来离婚给女明星带来的伤害很大。 其实两人婚姻的结合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冯绍峰也说到她想要的是一个可以向夫教子的贤妻良母, 而不是事业为重的铁娘子。 但是娶赵丽颖之前就应该知道赵丽颖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女强人, 为什么不满意赵丽颖而要结婚呢? 虽然说冯绍峰也算得上一个小豪门了, 但是赵丽颖现在的发展也很好, 有很强的独立性, 更是接受不了强势婆婆的约束, 既然可以展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为什么还要依附豪门? 大部分明星在分手后还是能够做朋友的, 赵丽颖与冯绍峰也不例外, 两人的儿子想想毕竟才三岁。 尤其是现在还戴上了眼镜, 对之后的视力发展很不好, 正是需要关爱的时候。 有时间两人还是要多陪陪孩子才好, 这个年龄正是需要父母关爱的时间。